大家好 这两天有花友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开春这么久了 还没发现自己的文心狼蝴蝶兰 长一些新芽 长一些新根出来 那么如果大家也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这个时候大家先不要急 先观察一下我们的文心狼蝴蝶兰 有没有烂根 如果没有烂根的话 迟早它都会长新芽 如果烂根的话 赶紧给它拖盆 给它修剪掉烂根 重新给它上盆 如果说这个时候 大家想要它快速长一些新芽 长一些新根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上一点这种HB101活力素 对水一比三千的比例 给它喷一喷 大概三天或者是五天 给它喷一次我们的狐狸蝶 还有文心蝶 喷一喷这个根系 尤其是上面的这些气生根 给它喷一喷 因为这种HB101活力素 它可以激活植物的一些生长细胞 让它快速的长一些新根 长一些新芽出来 同时这种HB101活力素 它又可以提高文心蓝的光合作用 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 又可以提高文心蓝的抗性 抗病害能力 抗虫害能力 还有抗肥害能力 如果说我们拿来浇灌这个土壤的话 又可以改良土壤 促进有育菌快速的繁衍 抑制有害菌生长 保证文心蓝的生长环境更加的良好 因为这种HB101 虽然说它促生长的效果会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好用 但是它不是一种肥 也不是一种药 我们给它喷洒这种101活力素之后 要及时的给它补点营养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兰科 专用有机养液 对水一比一千 每次涂养干了 给它浇灌一次这个涂养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生长活力够 养分充足才能正常的生长 那么我们养护文心蓝 还有蝴蝶蓝的环境也要注意 最好是把它放到窗口边 离窗口50厘米到1米之间的距离 这样的话散射光就会比较充足 还有最好每天给它喷一到两次这个水物 到这个叶片 提高它的生长环境的湿度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我们的文心蓝 蝴蝶蓝生长得更加的旺盛了 好了 这就是如何让我们的文心蓝 蝴蝶蓝快速长根 长牙的一些养护计较 我们下期再见